出席来宾一起点燃骑马炮 因为疫情睽違两年的林义俊西勤王爷 绕近祈福活动正式展开 希望在西勤王爷的神威加持下 能保佑软软居民平安 并让新冠疫情早日结束 希望我们未来这个软软的圣市越半越大 蔡新委员会提供相关的支援 让他成为我们基隆最终的年度祭典 这个是软软过去非常多年来的重要的圣市 我们称之为软软喜事 所以这样子的地方敬仰 可以让我们的社区更团结 更更祥和更更和乐 我们非常非常鼓励 大家有机会在疫情过后 可以跟我们一道共同来参加 来认识软软的美跟软软社区的团结 因为疫情会为了两年之后 今年第三年总算是可以来举办 在疫情期晚之下我们来举办 那现场也有非常多的信众跟民众 那要一起来参与这个软软的喜事 跟软软的盛事 那希望就是也借由这次的 祭福的绕境活动 那相信我们疫情可以赶紧过去 大家早日恢复这个平常的生活 因为西京王爷是地方上的 算是戏曲之神 也是一个防疫之神 那呢 借由这样的一个民间的文化活动 希望能够呢 让所有我们的我们软软的 所有的感受 大家都能够的神秘 有在保佑我们 那我们要更努力 这地方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那也希望透过西京王爷的出席道去 来保佑我们暖暖地区 疫情赶紧消退 这场游行活动吸引了近600人参与 包括最具特色的高敲师阵 与始祖阵头组成的队伍 沿着水源路 软软平交道 软软街 右转东市街后 再沿软软街返回出发地点 沿途获得民众夹道欢迎 在地方人士热情参与支持下 期盼这一项延续百年的传统习俗 能继续传承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